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又常常看到 你跟星巴克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布局 在这个品牌布局的过程里头 你自己心里的打算 或者是说你自己的排兵布阵的方式是什么 比较看的是大趋势吧 因为十几年前 台湾人一个人一年喝80杯咖啡 到最近已经220杯了 那你相对于日本 欧美的500杯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已经还有长足的进步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你的咖啡的大市场去看趋势 市场还有一倍以上的成长空间 这是必然的 那在台湾的生活文化上 当一人可以喝到500杯咖啡的时候 我觉得咖啡馆会呈现另外一个风貌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在地 像旺华东元 就老社区的再造的这个概念 假设我礼拜六早上起来 在这老生忽然一个你英吉利的钟表那一栋 变成路易沙 而且有一个味道 我又想吃早餐 可是我其实一定要喝咖啡 那你会去其他品牌吗 对吗 你很容易去路易沙 所以这以咖啡馆 以咖啡为核心出发的餐饮模式 那是一个未来的新男孩 那我们有本钱去创造在地文化 就是叫做社区创新的概念 所以你未来的咖啡馆 有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想你刚刚这样描述充满了想象力 你会有什么二代店三代店 在这部分只要有可能的话 南京西路建成圆环 也是整栋的 包括我们的那个 新一金三门市也是整栋的 都是新品牌再造 然后社区再造的概念去发展 是 那这样子的东西越来越精致 但是价位还是会回到 还是在现在这样子的部分吗 可是咖啡贵了 就没法成为生活 对啊 没有错 对嘛 那精品评价的理念 在这全方位生活门市 然后咖啡爱好者的餐食 就是我不会只让你点一杯咖啡啊 当然我不会规范 所以一定要点 可是当你需要它 你为什么不能一个早餐一个咖啡 走的时候再带一个饭口 是是 所以我增加客单价就好了 所以黄友你想的部分就是 邀请他们来 从咖啡开始做成他的生活 邀请他们来去做餐食 所以其实是餐饮的概念 慢慢会走这样子的状况 比较完整的餐饮概念去发展 是是是 这个LUISA的品牌 有打算海外拓展的计划吗 有有有 我们现在泰国已经开四间店了 那印尼已经签好何月 但是最近 本来对方一直希望我们赶快去 可是最近印尼也重新大爆发了 所以海外布局一直是 我们全球注册都做好了 海外一直是我们很重要的战略 但是还是针对疫情的状况去做扩展 是是 看来这个疫情真的改变这个世界很多 很大 很大 问一个这个网友就会问你 是说LUISA的Logo对你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吗 或者是你怎么创出那个LUISA的Logo 对一个非常女性的 我真是我一度有错觉 这是不是从国外来的品牌 品牌营造非常成功 应该这样讲 LUISA本身就是意大利文 她就是女神的意思 你怎么发想出来的 所有的品牌不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那是你的idea吗 还有整个形象的塑造 我们那年代其实蛮可怜的 你说15年前吗 对对对 你要想哦 中文字不能叫 一咖啡 数字不能叫 因为有85夫妻 是对吗 对没错 什么单体一课 对对对对 战丁神曲一课嘛 是 各式各样都有的 对 那我那时候其实想要分享每一杯好咖啡 那意大利 因为浓缩咖啡是意大利取缘的 那为什么没有一个意大利 意大利是咖啡王国 对他才是真正的咖啡 他才是源头 对对对对 但大家一直追求日本 追求的数字 为什么不去追求源头呢 所以我选的LUISA是这个最主要原因 因为他是意大利文 是 比较重了 对到全球会比较有力一点 嗯 但早期在台湾会人家看不懂 是 就会比较可惜 所以才搞什么路易点杀 到现在慢慢也不要 我身为女性 我觉得LUISA好柔美好漂亮 对对 那为什么选女神 因为 女神最大 哈哈哈 所以当初选个女生的侧脸 其实第一版Logo不是长这样子的 是一个咖啡豆 然后一个火焰 是 后来发现看不懂 对 再搞回一个比较 CI比较明确的做法 这个我喜欢 我喜欢 然后再一次再造 就变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请设计公司做 很成功 对对对对 这个再次 但这个花最多钱就是那个品牌再造 嗯 因为怎么全球注册 我都要注册两个 原本的跟新的 新的 对然后所有的那个招牌 全部都要换 对而且你要维持那个注册费 注册商标 对对对 基本全世界保安一圈 你可能这个花的费用 很多钱很多钱 当初以为只要花130万 原来花了无数的钱 对对对 都值得啊 对啦 黄总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身为Luisa的这个领头羊 决策者 你希望这个Luisa的企业 最后变成什么样子的企业 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样子的期待 把这家公司带到什么样的高度 其实我这个人还蛮人本的 大概刚才又回到主题嘛 以年轻人为本的去发展品牌 一直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在海外发展 其实不是为我自己啦 因为其实 其实我也很爱我爸爸 你知道吗 我最大困扰是 如果我去海外打仗 我爸爸怎么办 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到一个很好方法 如果年轻人愿意去海外拼命 然后我就一起去拼嘛 对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在想的是 如果年轻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海外 不管泰国 印尼 中国 日本 我都觉得很好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团队群打仗 所以我们现在的泰国 就有烘豆丝的 也是年轻人 大概也是28岁左右的年轻人 就在那边当烘豆丝 台湾人过去的 台湾人过去的 所以我其实很多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去往海外去发展 台湾年轻人机会 这机会很大 那去当然会比较好的配 对对对 而且又专业 台湾的餐饮业是世界最好的 我们台湾人自己不知道 服务品质跟听懂话的能力 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如果他代表这一年轻人代表台湾 去海外 把台湾的服务业餐饮业做得很好 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是是是 是台湾的光荣 是对我想做 其实我最想做的 谢谢 Luisa相当不容易 第一个15年就成为台湾 连锁咖啡店的领头羊 我们非常希望下一个15年 Luisa能够成为全世界 连锁咖啡店的领头羊 成为台湾之光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Luisa的董事长 黄明贤 黄董事长 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 收看七十大师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 通过一期再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订阅 下一个 都是 顺眼 点赞 转 钥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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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